这场雨刚下的时候 并没有人在意 下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看到邻里之间依旧和睦互助 下了三个月的时候 我看遍了人世间最可怕的面目 下了五个月的时候 我以为除了我以外 这栋公寓没有幸存者了 结果某天半夜 门外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我记得这户人家 羊条狗吧 对 还种了菜 是一个独居的女生 他们听起来饿极了 我转头看了眼 紧贴在我身边的狗子 只能再一次拿起了菜刀 关注小城 每天都有陌生门可以看哦 点个赞吧 求求了 你的点赞 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证文开始 凌晨五点 我被犀利利的羽声吵醒 全在窗边的司令 见我醒了 起身过来 蹭了蹭我的手 我养了条本木 他叫司令 还是个女司令 看他急切的样子 我揉着眼睛 艰难爬起来 打开了露台的门 去吧 听见我的指令 司令一个箭步奔了出去 雨下的并不大 但对于长期神经衰弱的我来说 这声音足以称得上是白噪音 当初为了司令 我租下了这个公寓顶层带露台的房子 30平方米的露台 足够他撒花了 冰箱快空了 我将最后一瓶牛奶一饮而尽 再看看司令的狗粮 还剩个点儿 又要采购了 当我拎着满满当当的撕个大袋子 跑进公寓楼时 正看见我那肾虚的前男友 在帮着一个女生搬行李 就像三年前他帮我一样 他能不能有点创新 我压低茂言 想偷偷从他们身后路过 结果周鹏还是瞧见了我 科研 又出来囤货呀 他知道的 我是个死宅 有吃的就可以一直不出门那种 我牙了一声 将带子放在客厅门口 看了眼停在29层的电梯 无奈地按了下去 周鹏那边的货梯也在等 他屁颠颠地挪过来 买这么多 拎得动吗 我抖了抖身子 将雨衣上的水甩他一身 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力气是不大 也就刚够打掉你两颗牙 说着我抬起头 一手捏住他的下巴 强迫他露出那两颗大门牙 这假牙装得挺真哈 就是比别的白了点 我挑挑眉 要不全换了吧 周鹏吓得从我手里正脱开 往后退了两步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胆量 还敢往我身边凑 那女生正看着 他只能强装镇定 我我 我看你东西这么多 还想帮帮你的 真是不是好歹 我懒得理他 两手轻轻松松 提起四个大袋子 进了电梯 趁电梯门关上前一秒 我喊道 你那不慎虚的汤药 还剩两袋在我家呢 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眼见着周鹏的脸 胀红起来 还摆出想要冲过来的架势 切 装装样子罢了 他打不过我 我得意地靠在电梯里 眼瞅着门关上 回到家 玩累了的司令 正趴在露台门口的垫子上 等着我给他擦脚 你猜我刚刚碰见谁了 司令文言哼起一声 乖乖把爪子伸了过来 我笑笑 对 就是那个狗东西 又转念一想 不对不对 他可比不上狗 紧接着司令喉咙里 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我知道 他听了懂的 哪怕他跟周鹏相处了两年多 最后在那男人动手打我的时候 司令还是冲了上去 愣是给周鹏的小腿 咬了个大洞 我撸着狗子 随意瞥了眼外面 女孩在下 这辈子 我最恨家暴男 15岁那年 在我妈被我爸打成重伤之后 我拿人攒了一年多的证据 成功把我爸送进了监狱 可三年之后 我妈还是离开了我 所以长大后 我拼命地练 格斗 散打 拳击 柔道 跆拳道 空手道 所有的功夫 我都学了个遍 结果周鹏就成了第一个撞上枪口的人 他那巴掌落在我脸上的时候 我愣是没反应过来 我不相信那个两年来对我无微不至 体贴入微的男人 竟然会给了我一巴掌 在他还想来第二下的时候 我的拳头已经落在了他的脸上 周鹏猛了 脆出一口血 我没给他反应的机会 直接跳到他身上 一阵拳打脚踢 司令也趁机给他小腿来了一口 一个星期后 周鹏缠着纱布一拳一拐地来到我面前 只听他说话漏风 柯阳 你等着吃官司尸吧 我强忍笑意 反手将一达子文件甩在他脸上 要死一起死 见我一脸云淡风轻 周鹏慌了 他右臂骨折了 正掉在脖子上 只能用左手艰难翻看的那些资料 都是一些他公司偷税漏税 还有行贿的证据 他这罪名 可比我重 现在才过了两月 周鹏好像就忘了这些 又开始跟我嬉皮笑脸起来 嗯 信 我来到露台 打开街雨的水桶 里面已经小半桶了 看来这雨 从昨天半夜就开始敲敲下了 这时旁边传来喊话声 小柯 浇菜呢 是对门的奶奶 这公寓楼一共29层 一层十几户 只有东边的户型带露台 我和奶奶便是东边的两户 两家露台之间只隔了三四米 是啊奶奶 这不是下雨了吗 浇浇花 是了是了 雨水浇花最好了 说完奶奶便埋头进了菜地 她把整个三十平方米的露台 都种上了菜 不像我 只种了外面一圈 为了让司令玩耍 我在露台还安装了铝合机雨棚 不仅遮雨还遮痒 雨棚上有储水槽 雨水本来是应该顺着水管 直通下水道的 但我为了浇菜 直接把水管接到一个500升的水桶上 过了会儿 奶奶又冒出头来 手里举着俩大紫茄子 小柯呀 看我这大茄子长得多好 一会儿我给你放门口 你记得拿 好嘞 谢谢奶奶 快进屋吧 雨下大了 说着话的功夫 雨时又大了 奶奶摆摆手 勾搂着背 拖着一袋子蔬菜回屋了 她的露台是露天的 奶奶说植物没那么娇气 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最好 我回到屋打开手机 热点新闻依然是南方多地洪涝灾害 到处都是被洪水冲走的村镇 和无家可归的人 随着手指往下滑 一条狠不起眼的新闻 引起了我的注意 牡丹市 长屋市 蓝书市 哈市等多地受暴力影响 大片大片农田被淹 农民守着卖田等待救援队 我心头一颤 东北也开始了吗 这不正常 家事 在北方属于地势高的小城 东北本就很少发生洪涝灾害 我们这里的人更是对暴雨没有畏惧之心 大家总认为 洪水发不到我们这里来 我也一样 这一夜 尽管带着耳塞 我还是没睡好 第二天早上我照例迷迷糊糊糊的打开露台的门 去吧 这次司令没有冲出去 而是哼哼唧唧的在原地踏步 我这才睁开惺忧的睡眼 发现露台已经积了一层的水 我探出头朝左侧看 原来是庄里的水桶满了 溢出来的 而角落的下水口 也被落叶和杂物堆积盖住了 看来这鱼 一夜都没有停过 没事没事 不着急哈 我安抚完司令 便穿着拖鞋躺了出去 两个下水口清理干净 不到十里米高的水 很快就排下去了 这露台顶多就积十里米的水 再多就顺着围栏流下去了 带着飞奔出来 跑去她的小厕所 再看看旁边的露台 奶奶已经给菜地 遮上了一层塑料布 她知道 这场雨没那么快停 再不遮雨 菜怕是要烂了 我趴在围栏向下瞅了一眼 还好 小区地面还没有积水 看来两天的雨 加湿的排水系统还撑得住 但要是这雨 还不停呢 我进屋找到手机 迅速搜索了一些 其他国家的新闻 果不其然 全世界都在下雨 我想现在 世界气象组织一定亡风了 司令 你说今天雨会停吗 她上完厕所就跑进来了 没有在外面玩 而是跟我一起窝在沙发上 很反常 听见我的话 司令小声的嗡了一声 便把头搭在我的膝带上 看上去没精打采 都说动物对大自然有感知能力 我家司令这么聪明 看来今天这雨不会停了 就算不为自己 我也要为我的狗子多囤点粮食 虽然昨天刚去完超市 但我觉得那些东西远远不够 一旦城市排水系统瘫痪 街道被烟 那么不出七天 就会断水断电 15天到30天 会开始大面积的断粮 如果雨还不停 我不敢往下想 赶紧打开某冬 又下单了一个500升的储水桶 接着 塔式炉 气罐 酒精块 真空袋 真空风口机 手摇式手电筒 狗粮 狗零食 狗玩具 压缩饼干 泡面 干奶粉 各种罐头 全买了 暂时只能想到这些 关键是我卡里的余落也不多了 天色已经暗下来 在订购的石桶 桶装水送到之后 我决定再出去一趟 这次不去公立一楼的超市了 去大商场 去家是最大的商场 因为家里有菜地 这次我没买太多吃的 更多的是狗粮 日用品 卫生巾之类的 我把塞的满满的两辆购车 推到收银员的面前 然后拿出了我准备的两个超大麻袋 结账 周围人都用见鬼一样的眼神看我 我无所谓 家中有粮 心里不慌 我拖着两个麻袋走到超市 鬼使神差的停在了迪卡侬门口 进去再出来 身上前后又多了两个超大背包 出来我就后悔了 本来卡里就剩两万五 我居然还花一万买了两个皮发亭 疯了疯了 为了不引人注意 我特意从公益楼地下车库上的电梯 结果好死不死的 电梯在一层停了 嘿 又是我那宝媒钱男友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天天蹲守公益门口 等着帮兴入住的单身女性搬家 周鹏也愣了 主要是我现在的样子太诡异了 他瞥了眼麻袋里面的东西 惊呼 你买这么多姨妈金 血崩了你 我翻着白眼 要不要送你一片 贴上你那个嘴 周鹏憋憋嘴 收起那副件兮兮的样子 不知道在跟谁说话 这鱼也不知道什么收听哈 我接话 嗯 出门小心淹死 十二层 周鹏下了电梯 二十九层 我也拖着麻袋出了电梯 身上的哑包快把我压垮了 司令开门 我声音刚出 二九零一的门就咯噔一下开了 隐隐地探出来一个毛茸茸的脑袋 乖宝 乖宝 放下东西 锁好门 我摊在沙发上 思索着还缺什么东西 居然就这么睡了过去 第三天 雨还在下 我睁开眼 第一件事试探天气预报 接下来一周依然是中雨 中雨 大雨 中雨 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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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局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我光着脚直奔露台 巴着围栏往下面瞅 司令吓了一跳 不顾露台上的积水 也跟我跑了出来 在雨雾中 视线有些模糊 但我依然可以确认 路上已经没有不是斜的地方了 这说明雨水排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它下的速度了 下午 我在网上买的东西都到了 第四天 马路开始积水 路上的人和车才开始编上 第五天 不止家事 全国暴雨红色预警 这意味着一天的时间 水位就会上涨将近一米 第六天 外面人和车多了起来 因为大家终于意识到危机 开始出门大量采购物资 他们已经顾不上那淹没膝盖的积水 疯狂地往车上搬运着东西 雨夜有些凉 我关上了露台的门 看到司令安静地吃着狗粮 好像外面的熙熙攘攘与我们无关 我给他囤了足足半年的粮 半年 雨总会停了吧 第七天 打开夜主群 里面是一副温暖和谐的景象 谁家有大米可以卖给我 我与你拌带不要钱 轻易自己过来拿哈 谢谢 感恩 我家做了红烧肉和油嫩大虾 没吃饭的 下来吃点 大爱 感恩 大家不用慌 这一顶多在下三天 对 国家不会让我们吃不上饭的 没必要冒着风险出门采购 老天保佑 别快停吧 我默默地关上手机 心中隐隐不安 三天后 雨没有停 公寓楼一层彻底被淹没 听说一层的人 有一些连夜走了 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找到安全的地方 剩下的 要么向高层住户求助 要么睡在楼梯间里 如果雨一直不停 随着积水上涨 底层的住户 只能不断地向高层移动 那我的29层 也不再安全 现在群里再有要食物的 没人出来搭茶了 这时一楼的超市老板出来说话了 那个啥 大伙都是邻居 我这还有很多吃的 但是吧 现在这个情况特殊 不可能爱人家卖了 有想买的私了我 私了我呀 他一开口 群里炸开了锅 看来缺粮的人还不少 我记得三天前的晚上 一楼超市就必电了 老板说什么都不卖了 看来 这是把货都搬到自己15层的家里了 他就在等这个时候 没人在慷慨解囊 他便可以跳出来高价卖货了 想翻几倍翻几倍 还可以搞个静拍 价高者得 在尾其名曰 邻里呼住吗 呵 放下手机 我转身从冰箱里 拿出最后一袋大黄米汤圆 我知道 如果雨再不停 很快就会断电 当代时 冷冻食品就浪费了 所以一开始 我囤的冷冻食品就不多 而且这几天 我也是先吃冷冻层里的东西 现在只剩这袋汤圆了 今晚半袋 明天半袋 完美 刚煮好汤圆 司令突然竖着耳朵 小跑到大门口 果然 门里响了 我端着汤圆向猫眼看去 发现是我那个 还活着的前男友 这大半夜的 干啥 隔着防盗链 我没好气的开口 只见他跟做贼一样 把脑袋 靠过来小声说着 可言 我知道你家里 囤了好多吃的 慢我点呗 狗粮还有 送你一碗 说着 我悠哉的咬了口汤圆 好烫 周鹏盯着我的汤圆 明显咽了下口水 我知道周鹏家里没吃的 因为他根本不做饭 每天不是叫外卖 就是出去下馆子 反正他有钱 可现在 外面哪还有饭店开着 可言 你别闹 说正经的呢 周鹏急了 好歹咱俩在一起两年呢 我呸 你去十五层 跟超市老板买呗 靠 你猜他一盒泡面 卖多少钱 多少钱 我好奇的抬起头 只见周鹏伸出两根手指 二百块 什么 这确实惊到我了 吸流完最后一口汤 我对着周鹏打个宝格 反正你有钱 然后重重地关上门 我知道 他会去买的 周鹏只是想试着 用最少的钱 从我这里获得食物 为此 他的尊严和脸面 根本不重要 不 他根本没有尊严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舔着个大脸 来敲我的门的 透过猫眼 我看到那张脸 逐渐收起笑意 变得阴森可怖 整天嬉皮笑脸的 我都差点忘了 周鹏可是个 有暴力倾向的人 五天后 断电了 从第一天下雨到现在 整整15天 看着手机上的 无信号无网络的标志 我突然有点绝望 这一天真的来了 快到让我觉得很不真实 记得昨天的新闻 还是在尽力抢救首都 魔都等地 看来我们这个小城 真的被遗忘了 转过头 看见司令正在露台玩的球 我整理心情 陪他玩玩 这时 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小柯 菜还够吃吗 我突然有点想哭 转过身的时候 眼里不自觉地充饮着泪水 再次听见奶奶的声音真好 够吃 奶奶 你缺什么跟我说 我给你送去 我这菜可比你多呢 奶奶傲娇地只力圈菜地 又嘱咐到 可千万别出门 最近楼里乱着呢 我用力地点个头 嗯 奶奶你照顾好自己 雨会停的 奶奶背过身白白手 便进屋了 我想奶奶是不怕的 她虽然个子不高 瘦小瘦小的 却是个极其坚韧的人 我从来没问过她 为何会独居于此 为何会住在顶楼 而你为何不来看她 其实我们都没怎么说过话 奶奶只是会经常把收的菜 放一袋子在我门口 然后按一声门领 等我出去拿的时候 她早已回屋了 奶奶还在 司令还在 我突然不那么害怕了 还没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对吧 没了网络 业主群终于安静了 但楼道里 却越来越乱了 已经开始有人 还加一户敲能要吃的了 好在我们是顶层 没了电梯 没人愿意消耗体力爬上来 可我忘了一个人 第二十天 当我在看到周鹏的时候 他整个人瘦了一圈 双眼凹陷的厉害 没牙呢 我依然隔着防盗链 与他对话 他的声音有气无力 妈的 超市老板不卖了 断电之后 他就开始拿话了的冷冻视频 打发大家 那是人吃的吗 都是生的咋吃 现在 他彻底不卖了 我点点头复合 也是 他看出来就已停不了了 自己留着吃的保命呢 周鹏一个劲的透过门缝往里面瞄 可言 你还有吃的吧 我也不多了 别逗了 那天 你买了好几袋子 我都看到了 我无奈地摊摊手 都断电一周了 好多食物都坏了也 本想逗逗他 再给他拿一些吃的 就算我再恨他 也不可能看着他 活生生的饿死在我面前 可是周鹏开始急了 可言 你肯定还有吃的 我知道你自己种的菜呢 那天晚上 你那俩麻袋里装的是啥 还有一天 我看见你一趟一趟 往楼上搬快递 你是不是在网上买的吃的 周鹏越说越激动 甚至开始把手往门缝里身 最后 他竟然心红着眼 指向了司令 再不计 再不计你还有狗呢 司令这个体型 省着点吃 足够吃一个星期了 周鹏疯了 你把司令给我 可言 你把司令给我 我不敢相信自己 听见了什么 全身止不住地颤抖 这就是我交往了两年的男人吗 司令在一旁无声地低吼 我的脸阴沉下来 面无表情地看向周鹏 等着 说完便转身走向了厨房 周鹏以为我要拿吃的给他了 眼里泛着贪婪的光 两只手迫不及待地 塞进了门缝里 再回来的时候 我猛地将一把水果刀 直直穿透了周鹏的手掌 一声惨叫 响彻整栋楼 我钻的刀没有拔出来 他不敢把手抽回去 只能惊恐地瞪着我 接着 我把脑袋探到门缝 一双眼死死地盯着他 再上来 我把你剁了 喂狗 语气如幽灵般 周鹏傻了 他知道 我做得出来 他导算式地点着头 浑身都在打着哆嗦 似乎忘记了手掌的疼痛 直到我一点一点地拔出刀子 他才开始哀嚎起来 周鹏走了 我抱着司令 看着外面的雨 眼神有茫然 慢慢变得坚定 我知道 以后的每一天 都会非常艰难 肚指是暴雨 还有楼下那些逐渐疯狂的人们 但我要活下去 带着司令一起活下去 来到最里面的厨师 我开始盘点所有的食物 之前只是随意地堆着 因为我想着 过几天雨总会停的 但现在 我要做好它 永远不会停的准备了 大米 白面之类的 都被我装进 一个个真空袋密封好了 熟了但来不及吃的蔬菜 我也洗干净 擦干水分 用真空袋装好 不知道这种袋子 可以储存多久 但这是我目前 唯一的保险方式了 停水之后 桶装水消耗得更快了 还剩八桶 看来 现在除了饮用和做饭之外 不能再用纯净水了 雨水那么多 烧开来洗漱 擦拭身体完全可以 忙活一下午 最后 我按照食物的保质期 将它们一一排列好 从最前面的开始吃 够我吃一年 可是司令的狗粮 只够半年 我们两个一起算 勉强可以撑十个月 按照这个降雨量计算 雨水一天上涨半米 一个月上涨十五米 用不上半年 整栋楼都会被淹没 到那时 我没工夫想那么远了 能活一天是一天 统计完食物 我又开始翻箱倒柜 搜了武器 这时 又有人上门了 两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张嘴就求我给点吃的 看来周鹏 已经将我这里的情况 说了出去 没有 我冷冷地回绝道 后面那人急了 还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闯 说话的功夫 两人已经一起往门上撞 那防盗链 简直就是个板设 一下就被撞掉了 我往后退了两步 将匕首横在胸前 摆出防御的姿势 哟 小姑娘练过呀 高个子男人 一脸势在必得的样子 手持木棍向我扑过来 交了两下手 我便得出结论 帮我牵制住另一个 我打起来便更轻松 很快 高个子男人的身上 已经数不清的刀口了 可能他自己都没察觉 还在毫无章法地挥舞着棍子 直到他的同伴喊道 强子 你身上全是血 男人停止动作 扫了眼全身 直接瘫坐在地上 刀口都不大 却刺得极身 因为我都是看准动脉刺的刀 每一刀不及时止血 都会要了他的命 这功夫 门口又出现了人 男男女也加起来有五个 我迅速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如果他们一起伤 我怎么打 能不能打过 能不能吓死手 这时 满身是血的男人 已经被他的同伴拖到门口 他同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毕竟被司令咬了好几口 这一幕吓傻了门外那群人 我不过脸上的血迹 一手举着还在滴血的刀 一手拽着往前暴冲的司令 冷眼看向他们 有事吗 门口的人 显然是被我的模样吓到了 一哄而散 我关上门 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身上挨到棍子的地方 也开始疼起来 还好 这些人只是想上来试试讨吃的 没想生抢 但我知道 那时他们还没饿及 而今天 对我来说只是开始 清理完屋里的血迹 我继续研究防身武器 一根棒球棒 被我沾上各种长短不一的钉子 变成了一把狼牙棒 我上手掂量了两下 手感还不错 司令在一旁歪着脑袋看我 我一手攥着狼牙棒 一手揉搓他的狗头 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第三十天 水已经淹过了五层 我不知道这栋楼里还剩下多少人 只知道上门找我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每次上来的人 都是带着一身伤 空着手 半死不活地回去 倒是周鹏一直没露面 不知道饿死没 而我 也没好到哪儿去 身上大片大片的瘀青 连也被划了一刀 差点毁容 司令的后腿遭了闷棍 瘸了一条 但这些都无所谓 只要我们两个还活着 如今的空气中 全是污水和腐烂的味道 每呼吸一口 都要刚哦 没电后的夜晚特别安静 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做不了 但今天 走廊里有了动静 他们一来到二十九层 司令就察觉到了 我迅速点了两根蜡烛 放在高处 接着又点燃一颗酒精块 开始烧水 然后和司令警惕地守在门口 等着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听得出来 他们脚步很轻 但人不少 从猫眼看出去 是一片黑 既然他们没有照明设备 为什么要在黑暗中行动呢 这时 脚步到我门口 停了 又来 还来不及思考 一声巨响已经传来 我没给他们第二下砸门的机会 迅速主动将门打开 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一盆滚烫的热水 已经拖了出去 在一声声惨叫中 我早已拿起了狼牙棒 借着烛火 我锤得毫不留情 尽管他们有很多人 但门就这么大 我守在门口 上外一个我抡倒一个 司令则是在下面 帮我插库偷袭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吧 我算正当防卫吧 这个面花 我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 这几天 公寓里的砸门声 哀嚎声 求救声 从下至上 我就不了任何人 我自身都难保 我知道人类在极度饥饿下 会做出什么事情 也早已做好 总有一天会轮到我的准备 看到他们带的夜市仪 我才想起来 周鹏公司就是开发这些的 果然 我在这群人后面 看到了一脸猙獰的周鹏 在那天对我刺穿手掌之后 他被算计好了这一天 告诉大家 我这有粮食 拉拢人心 他消停这么多天 做足了准备 想对我一击毙 可惜了 周鹏 你低估了一个常年独居女性的防范意识 我将棒子垂进最后一个人的腿 沙红的眼始终盯着周鹏 我就这么看着他 然后一脚踩在倒地面的大腿上 猛地拔出狼牙棒 见了他一脸血 摊在地上的周鹏跟着一抖 当步一片湿润 他带来的人全倒了 他这才哆哆嗦嗦地掏出一把匕首 在胸前胡乱挥舞着 嘴里哑巴哑巴的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我笑吗 这小破刀 在我棒子面前算个屁呀 我反手一挥 他的小刀直接变成一道抛物线 从窗户飞了出去 你还没死啊 我用球棒挑起周鹏的下巴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他倒是比上次见人论了不少 周鹏缓过神来 开始跪着跟我求饶 柯柯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我我我 我有吃的 我都给你都给你 我再也不上来了 再也不打扰你了 柯柯 我 没等他说完 我一棒子下去 他嘴里发出杀猪一样的好叫 听你喊我柯柯 我就想吐 说完我把插进他腿里的狼牙棒拔出来 卷起衣服 擦擦脸上的血 这时 对面的门开了 奶奶看看我 又看了看满地的狼藉 只说了一句 小柯 菜还够吃吗 我把低血的棒子放到身后 扯出一个久违的笑容 够的 奶奶 好 那就好 说着奶奶便关上门 地上呻吟的 滚叫的 晕死过去的 加起来一共八个 他们就是最近在楼里 无恶不作的团伙吧 我没要他们的命 只是废了他们的腿 然后再一个个的将他们从楼梯上滚下去 让他们再爬上二十九层 至于周鹏 我顺便割了他的舌头 要不是他大嘴巴 我会有这么多事 等清理干净走廊的血迹 天已经蒙蒙亮了 外面 雨丝毫没有停的迹象 那晚之后 我好像解除了风意一样 什么都不怕了 甚至巴不得警察能来抓我 那至少说淋雨停了 一切恢复正常了 但现在 可是漠视 后来我去十五层看了一眼 跟我想的一样 周鹏之所以没饿死 是因为他带着几个人 砸了超市老板家的门 他明明有那么多吃的 还是想上来要我的命 现在 那里被流民占据了 我过去时 他们正疯狂地吃着里面的食物 看到我 他们就像一条条护士的狗 完全失了人的模样 周鹏不敢爬回十五层 那些人都把他吃了 饥饿加上失血过多 没几天 他就死在了楼道里 接下来的一个月 楼里明显清静了不少 一个是周鹏那伙人死了 一个是还活着的人不多了 但有时候 看得见的恶才是最可怕的 不知道这栋公寓里 还苟着多少恶魔 第三个月 外面的积水没过了十五层 奇怪的是 已经十月份了 但气温并没有降下来 好像是跟七月份 刚下雨的时候一样 虽然气温没变 但菜地里的菜 已经所剩不多了 就算有遮雨棚 也架不住如此潮湿的空气 土一直不干 菜总是要烂的 现在我担心的不是食物 而是淹到二十九层那一天 我和司令该何去何从 真的只能划着皮划挺出去了吗 这天夜里 当露台门被拉开的时候 我瞬间从梦中惊醒 自从断电之后 我都是守着大门睡觉 时刻警惕着门外的动静 但我忽略了露台 因为雨声太大 连司令都没听见外面的动静 可我这是顶楼 怎么可能进来人呢 在微弱的月光下 我眼看着进来了两个黑影 司令已经飞奔过去 我怕他受伤 赶紧大喝一声 回来 几乎同时 我一手抽出枕头下的菜刀 一手摸到打火机 点燃了头顶柜子上的蜡烛 动作一气呵成 那两人早有准备 前面那个突然打开 手电筒照向我 一束强光过来 什么都看不见了 还好司令反应快 从侧面一个猛突 将拿手电的人拖倒在地 我顺势一个侧滚翻 精准找到了另一个蜡烛的位置 点上蜡烛 看清来人后 我对准他的肩膀 一刀劈了过去 鲜血喷涌而出 他捂住手臂抽搐着倒下 而另一个人还在地上跟司令纠缠 可我看司令的样子 并不像是在撕咬 难道这人他认识 司令 回来 他摇着尾巴来到我身边 我一把抛起地上的人 将手电筒对准他的脸 王哥 这人算是狗友 平时在小区里遛司令 总能碰见他遛一条萨摩依 一来二去 也算相识 我快速搜了一遍他的身 找出两个水果刀 最后我把菜刀抵在他的脖子 语气阴冷 你这什么意思 你怎么进来的 他眼神闪躲 不敢直射我 我嫁着他来到露台 看见两个绑着粗麻绳的钩子 正挂在围栏上 而绳子的另一端 则涮在奶奶的露台 我缓了两秒 握刀的手又加重几个力道 奶奶呢 他脖子上已经开始渗血 不得不全说了出来 最后还求我别杀他 我收回菜刀 指了指雨中摇曳的绳子 你走吧 爬回去 他美急了 迫不及待地向原路返回 等他爬到一半的时候 我突然开口 你家皮皮呢 他一个不吻 惊恐地回头看向我 在他充满自责和崩溃的目光中 我看了眼司令 然后指了指钩在围栏上的钩子 司令明白我的意思 上来用嘴一掀 哎呀 声音渐渐消散 我看着他没入积水 下去陪你家狗吧 回到屋 里面的人已经不见了 地上只留下一滩血 我顾不上他 急忙跑到奶奶的房门口 可任凭我怎么敲 怎么喊 都没人回应 奶奶死了 我所有的坚强在这一刻 突然土工瓦解 坐在奶奶家门口 嚎啕大哭起来 这场雨下到现在 我一次都没哭过 但现在 我突然不知道 活着的意义了 雨不会停了 这洞楼也快被淹没了 这个世界上 我早就没有亲人了 那我还在坚持什么呢 突然 一个温热的东西 在蹭我的手臂 一抬头 是司令 我们两个就这么靠着 在奶奶家门口 坐到天亮 当初领养司令的时候 他才五个月大 是被割掉声带遗弃的 所以我的司令不会叫 他叫不出声音 他都这么可怜了 我不能让他再失去我 就这样 我们又熬过了两个月 现在的公寓楼好安静 安静得可怕 好像整栋楼里 就是我们两个了 好像整个世界 就是我们两个了 就当我以为 除了我以外 这栋公寓没有幸存者的时候 门外又传来 嘻嘻嘻嘻的声音 是这户吧 养了条狗那个 对 还种了菜 是一个独居的女生 他们听起来恶极了 我转头看了眼 紧贴在我身边的狗子 只能再一次拿起了菜刀 透过猫眼看去 就俩人 大白天的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 在我家门口说话 瞧不起谁呢 我打开门 一手握着菜刀 一手牵着司令 有事吗 门外的俩人正准备开锁 明显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 直到他们的眼神 由惊讶变成充满杀意 我才放心地砍了过去 这样 我才没有负罪感 这两个人知道我养狗 带着家伙来的 但没用 活下来的依然是我和司令 这栋楼确实没有人了 他们应该是从其他地方挑过来的 毕竟水位越来越高 障碍物就会越来越少 想到这儿我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 迅速跑了出去 果然 最后我在2605的窗外 找到了一艘小木舟 他们就是坐这个过来的 我喜出望外 这不比我那皮划挺有用 船上还有望远镜和指南针 以及所剩不多的食物 我猜他们是在哪个高楼里 用望远镜看到了我家 叫上司令 我们两个用了一下午 终于在天飞之前 把船拖进了家里 我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拍拍司令 今晚加餐 距离29层被淹没 大概还有15天 接下来的日子 我都在为活下去做准备 船的承重有限 剩下的食物不可能都带走 所以我和司令 每天尽可能地多吃 补充体力 我还用雨衣和雨伞 以及家里所有能用上的东西 给传达了一个雨棚 虽然很丑 但实用 15天转眼就过去 出发的前一晚 我烧了好几盆水 痛痛快快地洗了澡 然后一剪子下去 将挤腰的长发剪断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虽然有些陌生 但他眼里的求生意志 跟我一样坚定 凌晨三点 我们出发了 我把一艘皮划艇 用绳子拴在了船后面 虽然这会让划船变得更吃力 但我还是想尽可能地 多带一些水和食物 欣慰的是 这几天 我教会了司令 用嘴叼着船桨来划船 他真的好聪明 上船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但我知道 留下来一定是死 29层的楼淹了 我就去找更高的楼 所有的楼都淹了 那就去找山 我划着小船 一路向西边前进 因为我知道 西边地是高 且有山 这期间 遇到了更高的楼 我和司令就可以进去舒服几天 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船拴在任何可以拴的地方 然后度过漫长的黑夜 虽然手表上的指针还在转动 但我还是 渐渐没有了时间概念 不知过了多少天 目光所及之处 再没有了建筑物 我和司令 好像是处于汪洋大海中的 一夜偏周里 划了这么久 我还是没找到山 明明记得西边有山的呀 后面的皮划亭 早就空空无野 而我们所在的小船里 也仅剩下一盒压缩饼干 半袋狗粮 和一桶水 司令 对不起呀 尽管他饿得没有力气 但听到我说话后 还是勉强挪过来 蹭蹭我的脸 我真的尽力了 这时 绝望的黑夜里 出现了一束光 是川 我瞬间大脑充血 疲劳感一扫而光 我站起来 奋力地摇着我那只手摇式手电筒 拼命地朝光亮出呼喊 嗓子都喊哑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从我离开公寓楼 到遇上救援队足足有54天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居然带着一只狗 在水上漂了将近两个月 到达山顶的幸存者基地时 我的眼泪喷涌而出 是人 是人啊 我好久没有见到 这么多人了 尽管雨还没停 尽管有一天 这里也可能被淹没 但是现在 我活着 我和司令 都活着 他们说我真幸运 我幸运吗 我只是刚好有一个家暴的父亲 迫不得已练就了一身的功夫 我只是刚好独活于世 有着比普通人更敏锐的防范意识 我只是极度缺乏安全感 才会为雨绸缪 囤了大量的物资 我只是刚好养了狗 所以有一个可以种菜的顶楼房子 我深知 是我遭遇的苦难救了我 是司令救了我 绝不是幸运 就算有一天 雨水淹到了这里 我坚信 我依然可以带着司令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 全文完 藍